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核心协力救地球 今天这一战 我们来到位于台北市的南港高宫 想看看南港高宫的同学们 如何展现自己的环保知识力吗 竞争激烈的淘汰赛即将登场 你也选噪音 你觉得你答对了吗 比较思考 棒球队 你好了 你等一下 南港高宫的同学们 能动能进 树颗底子好扎实 结合LED的控制器 竟然是最新科技的省电装置 如果全部 新北市全部都用的话 每一年可以省下17亿的台平 17亿 还有还有 这套自动回收系统 资源回收分类变得好简单 好可爱 特别像自己分类 它压得很扁 学生自己动手 利用太阳能板组装小车 一点小光源就能往前进了 好可爱 怎么会这样子跑 天哪 今天就来看南港高宫的学生 如何发挥知识 秀出自己环保知识力 Power 好 没错了 收看我们核心协力救地球 就可以补充我们很多的环保知识 是 你让各位观众们的环保知识 能够up 能够增进一点 如果根据联合国的教育机构的研究 2014年的电气跟电子的废弃物 创新高 可是回收的部分 却只占六分之一而已 而且电气废弃物里面 还有有害物质 对 很多 更有会破坏测氧层的浮氯烫化物 没错 这个联合国的副名书团告诉大家 这些电子电气的废弃物 如果全部回收的话 可以变成一座金矿 但是呢 也是一座毒矿 所以这些废弃物在回收的时候 就要非常注意了 今天我们来到的学校 对这件事情就做得非常的 有学问 有想法 有做法 请问我们今天来的是什么学校 南港高中 南港高中同学聪不聪明 聪明 男生帅不帅 帅 女生美不美 美 棒球队有没有得过冠军 有 这样就完全看得出来 南港高中是一群非常诚实的学生 因为他们很诚实地做他们的工作 他们可以说对机械非常有天才 但我们今天要来好好跟他们玩一玩游戏 好好跟他们选出最有实施力的环保剑柄 好不好 好 马上进行我们第一个机会 圈叉选边站 环保知识竞赛第一轮 圈叉选边站 这一轮我们将以教育部环保知识 擂台赛的题目出题 主持人出题后会有圈叉两个选项 同学们在五秒内做出选择 由主持人公布答案后 答对晋级 答错立即淘汰 第一题请问为了改善地球暖化的现象 出门携带防晒用具是有效的方法 请问是对还是错 五四三二 请做答 怎么这么少确定吗 还听我这边超多的喔 确定好了喔 204005请问几年级叫什么名字 指二中王生文 王同学请问你为什么觉得是对的 因为出门带防晒嘛 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好有人没听清楚 我的题目是为了改善地球暖化现象 出门带防晒工具是有效的方法 来不及了 我问这边好了 好请问是几年级叫什么名字 八年级 二年级 到底八年级是 八年级是什么概念啊 二年级 黄新荣 黄新荣 你选的答案是错的 因为我觉得浪费资源 浪费资源 对对对 因为很多的这个防晒工具 都是用不环毛的材质做的 对 是这个想法 对 好 不管你是 题目没听清楚也好 不管你是 不小心跟着同学跑也好 答案只有一个 我们要 我们要恭喜 选 好紧张 插的同学 你们答对了 选圈的同学 请淘汰 拜拜 来 各位同学 请回到答题区 同学们 二金哥出的题目 可要认真听 出门携带防晒工具 是避免阳光过度曝晒 也是为了阻挡紫外线的照射 与减缓全球暖化无关 好 第一题就淘汰了不少同学了 大家加油 来 请问 国内空气污染指标 指标物中包含二氧化碳 对还是错 你们觉得是对还是错 两位助理主持人 请作答 你站好 站好 后面有同学说淘汰 有时候不是这个 你有那么讨人厌吗 我是讨喜 讨喜对不对 好 我问你 你选的答案是错的 请问为什么 我觉得二氧化碳 本来就包括在空气中 二氧化碳是属于空气里面 本来就有的含量 有点道理 凯欣你选 圈 圈 为什么 因为二氧化碳会造成全球暖化 跟破坏臭氧层 所以我觉得就是圈啊 二氧化碳会造成全球暖化 跟破坏臭氧层吗 对 是吗 对 确定 他们两个好像说的都 各有各的道理 对 还是错 也就是圈 还是插 圈吧 倒数五秒 五 四 三 二 请作答 来 我觉得我是对的 你不是叫我被淘汰吗 选好边 选好边哦 又出现了几乎是一半一半的结果啦 我来问一下 这位来自南港高宫棒球队 从来没有得过冠军的 不是 非常努力的在这个往冠军的路上 前进的南港高宫棒球队 请问叫什么名字 叫陈玉可 陈玉可 你在棒球的这个 你们棒球队里面担任什么样的职务 投手 哎哟 投手啊 哇 好厉害 王牌 王牌投手吗 没有 球数 球数 大概120出头 王牌投手 你选的是错 二氧化站不是指标 为什么 呃 因为 刚刚这个姐姐讲好像蛮有道理的 就是 它就是包含在空气里面 好 到底 哪一边对呢 我 这边 我比较有道理吧 你有道理吗 我 我们要 跟 选 选的同学说 恭喜 抱歉 不是 真的假的 为什么 巧伦说的没有错 因为二氧化碳本来就存在于空气中 而根据我国制定的空气污染指标指表示 旋浮微粒 二氧化流 氮氧化物 一氧化碳 以及臭氧 都是属于空气污染物 你答对了吗 好 下一题 请问 请问家里面的冷气的空调温度 如果控制在26到28度之间 最能够提高冷气的效率是圈 还是 叉 好 倒数五秒 五 请作答 四 三 二 一 选圈 在这边 其实我也觉得是圈 动了 选好不要动了 选好不要动了 好 有少数的同学 选了 错 我们好好问一下 对不对 这位带演技看起来很有学问的同学 请问你是几年级叫什么名字 我是子山中 陈以贤 你觉得是不对的 为什么 因为觉得就是如果房间不够冷的话 就马达还是会一直打 如果调冷一点 让它慢慢温度上升的话 这样子比较会有效率 好 我们来问问看 选圈的 投手旁边这位 南港高宫棒球队 你是担任哪一类手 投手 你也是投手 他是王牌投手 你是金牌投手 没有 没有 之数多少 110 之数110 最高纪录三振几个人 没有 没有三振过 很诚实 好诚实 南港高的同学都很诚实 对 你的答案是对的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开到那个温度 再开电风扇就很凉了 26到28度 再搭配电风扇的让空气循环 就很凉了 就可以不需要让冷气的压缩机 一直运作 可以省电 又可以真的冷气效率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非常的聪明 到底 到底 26到28度 是不是最能够提高冷气效率 今天我们要 我们要 恭喜 选 选 选的同学 我们答对了 来 选上的同学 请淘汰 看看 除了设定温度 在26到28度C以外 最为合适和省电 加上人体能够适应 与外界相差 5到6度的温差 若差距过大 则会造成身体很大的负担 好 经过我们这个圈叉 选边站之后呢 一百多个同学 大概剩下不到50位同学了 是 要进入我们第二阶段 那第二阶段之前呢 今天我们来到南港高宫 是的 刚刚一直讲说他们是这个 机械天才 对这个环保回收也很有概念 到底这个学校 对这个环保有什么贡献呢 赶快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经过第一轮 圈叉选边站的海选 南港高宫一百多位同学 淘汰到剩下约一半 看来留下的同学们 不仅对机械研究非常有心得 对于环保知识也是很有研究 台北市立南港高宫 位置紧离南港软体科学园区 校地广达到9公顷之多 学校一向重视技能学习 也不忽视学科的加强 因此巧伦与凯欣 来到学校维修家电的课堂上 跟老师学习 故障的家电 要怎么简易来判断 是否能维修并继续使用呢 好 我们拿钳子和螺丝起子要做什么 刚才尔金哥说南港高宫 会充分利用电子飞漆 所以我们就来学习 老师 那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学我们日常生活中 最常使用到的电风扇 电风扇 对 那我们电风扇最主要 它有三个构造构成 就是我们的琴键开关 起键开关 对 还有我们电容 还有马达 对 所以损坏率最高的就是三个 那等一下我们会先教你们 琴键开关 就是你现在手上拿的这个 这是最简单的对不对 对 没错 其实每位南港高宫的新生 在入学时 学校都会教育同学 基本的家电维修能力 除了增加技能 也推广家电维修代替购买 减少电子产品的垃圾量 现在老师要教大家 如何简单修理电风扇的开关 那个什么风速什么的 对 开关 所以当你按下去之后 它上面会有接点 应该要碰触得到 那可是我们用久了 它可能会积碳 所以说我们首先 可以先用砂纸 砂纸 在它接点部分稍微给它清理 就是由它的接点 接点跟接点 这样子 对 当你按下去的时候 按下去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它 它碰不到 对 它碰不到 那你可以看一下其它的 其它是会碰到的 对 就是这里有个点 对 所以中间的按键 按下去它就不会有反应 那我们就可以拿尖嘴钳 尖嘴钳 对 拿尖嘴钳 稍微把它 把它弹性皮革的部分 把它往下凹 直接这样往下凹 对 往下凹 其实家电当中 有很多都是可以亲手 动手维修的 看他们两位小女生 这么简单 就能将稍微故障的 电风扇修理完成 观众朋友们 家里如果有故障的电风扇 也可以试试 动手修修看 修好了 老师 所以我们这样 就修好了 对 它只要接点 可以碰触得到 就没问题了 所以这是南港高工的 环保特色 这样修理家电的同时 你就不用浪费一笔钱 再买新的 南港高工的同学们 不仅会维修 简单的家电用品 还研发出很厉害的 省电装置呢 所以老师 这个就是省电装置吗 那这要怎么使用 这个是我们的负载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开关 电气产品插上插座 并启动后 会产生负载电流 若电源负载不平衡 会导致电能耗损 这个装置是以电阻概念 设计出的节能装置 并利用电阻切换 电气走的向元 以减少电能耗损 这个负载有在使用的时候 它的就是灯泡点亮的嘛 那我们这边就会 就会秀出来 这个系统就会告诉你说 它这边现在的那个 中线电流是1A 那我全部开呢 那全部开可以啊 你试试看 变成5A了耶 这是没有经过系统的情况下 我们一般家里的用途 如果你的110伏特 全部负载全部开的话 它现在的中线电流是完美 那如果经过系统的话 那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一样的方法 如果你把开关打开一个 一个 它的中线电流还是一样的 它没有平衡 那如果你全部打开的话 也是全部打开 对 如果负载全部都启动的话 那它现在变成1A了 还是1A 为什么 刚才是5A 现在是1A 因为它里面有做一些优化 所以把负载的量 做一个平衡 所以让我的中线电流 只剩下1A 凯欣你这样差了5倍耶 对 可是我还是听得不太懂耶 观众朋友们 也是和乔伦凯欣一样 听不太懂吗 简单地说啊 有电流 就会有电能的耗损 为了解决耗损 利用微电脑系统演算控制 使驱动开关切换电器走得向远 就能成功达到负载平衡 也能达到省电省钱的效用 所以当然代表我的电费 可以省5倍吗 不是 是损耗省5倍 我减少损耗 就等于我可以付 比较少的电费出去 那新北市那边有一个统计资料 它是说我们如果全部 新北市全部都用的话 每一年可以省下17亿的台并 17亿 而且还只有新北市而已耶 老师那这个家里可以装吗 家里可以啊 其实安装这个省电装置非常简单 不需耗费大工程改装 只要在家用电箱内部安装系统就可以了 不仅如此 老师与同学们还集思广益 发明了一台得到全国科展优胜的 自动回收分类系统喔 这就是自动回收系统喔 对 那我们要怎么使用它 OK 这边 我们首先有开始安装 按下去之后 对 它会把我们 它会跳出你的卡 然后你要拿自己的悠悠卡去比它 悠悠卡 对 悠悠卡 准备好了 巧人 为什么需要悠悠卡 因为它悠悠卡的话 我们跟悠悠卡公司可以做结合 就是当你丢一个垃圾桶 它会回馈像有一块钱 两块钱 然后存到你的悠悠卡里面 哇 这样好有动力做回收喔 你看 然后这边有条码 一般超商条码就可以了 对 门打开 然后垃圾丢进去 然后这种我们到后面看它做分类 哇 它真的掉下去了耶 那好像还可以分类什么东西啊 还可以分类那个玻璃品跟铁铝管 还有宝特品 条码就像是商品的身份证 也是商品在国际市场上 一种畅行无阻的共通语言 根据条码辨识的种类 分类单元会将回收资源 分别移往不同的压缩区 压缩后的回收资源 再经由筛选单元细部分类 而将宝特瓶 铁铝罐 玻璃瓶 纸类与铝包 分别集中到不同的分类回收桶内回收 它压得很扁耶 它不是那种精力压的那个 学生们学以致用 把生活小事融入到科技环保领域 不仅如此 学校的环境整洁 除了靠每个班级打扫之外 环保义工队 也是维护学校整洁的最大帮手 平常的回收处理都是靠他们来做的 南港高工有很多不同以往的环保活动 结合食物与理论 让环保看似很难 做起来却驾轻就熟呢 厉害厉害厉害 南港高工竟然有 这种电子废弃物 还有自动回收系统很厉害耶 真的 而且每次做环保 我都可以得到一些回馈 还有回馈金 对不对 不只回收系统 它们还有很厉害的省电装置 如果照新北市全部的户数加起来的话 一年可以省下17亿喔 哇 17亿的概念 这个是很厉害喔 对不对 17亿的电费够我们家 大概用100年都用不完 对不对 好 表示我们南港高工的同学 都很有环保概念啦 也很有研究啦 好像剩下的 剩下的同学有几个科系喔 右手边的你们是什么科 冷冻科 冷冻科 冷冻科是什么意思 冷冻科它好像是那种冰箱啊 冷气啊 做冷冻器材的 是 冰箱啊 冷冻库啊 冷藏室啊 对不对 中间的女生是什么科 土木科 女生是土木科啊 好特别喔 开房子喔 厉害喔 好 左边有什么科 电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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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现在最热门的这个科系啦 这个 很多的 我们台湾就是靠这个半导体啊 电磁业在撑啊 发展 希望大家加油啦 其实我觉得环保 做回收呢也是一个很大的商机 一起来一起来做啦 好 移技之长很重要 没错啦 第二个阶段叫做这个 AB选边站对不对 环保知识竞赛第二轮 AB选边站 这一轮啊 我们将以电子产品回收的方向出题 主持人出题后 会有AB两个选项 同学们在5秒内做出选择 由主持人公布答案后 答对晋级 答错 立即淘汰 联合国最新报告指出 2014年全球电器和电子的 废弃物量创新高 请问去年 世界平均每人电子的 废弃物量最高的国家是哪一个 A是挪威 B是美国 5 4 3 2 1 请做答 好难喔 我也觉得好难喔 對啊 很难吗 很难耶 感觉课本不会教我的东西 有时候题目会有陷阱喔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可能不一定是喔 挪威跟美国 挪威跟美国 对啊 我的提示很明显喔 有的时候大家第一个想到可能不一定会对喔 我再给你们5秒钟的机会 5 4 3 2 2 1 1 叫什么名字 李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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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级 2年级 高中2年级 对不对 南港高工2年级 对 你觉得是挪威为什么 欧洲应该工业都比较好 欧洲的工业比较好 所以印象里面的挪威会比美国的废弃物更高 对不对 好问一下女同学 土木科的真子同学 不是 喂 开玩笑 来请问你是叫什么名字 蔡云芳 蔡云芳 你为什么会选挪威 蔡德 蔡德 平常就是很喜欢玩猜谜游戏 是不是 对 好 这题的答案是 挪威 所以选美国的同学 统统淘汰 哇 陷阱题 超陷阱 美国是 电子垃圾量最多的国家 挪威则是平均每人制造最多电子垃圾的国家 电子垃圾都属于有害废弃物 又同时具备回收价值 因而受到国际上的注目 欧盟在2012年开始重视这个问题 一方面要求介绍产品试用有害物质 另外一方面也加强制造路上的回收责任 避免电子垃圾流入凶落而造成污染 并提高稀有资源的再利用 如果在避免污染的情况下 妥善回收处理 即使电子垃圾也可以成为我国产业的矿山 弥补台湾资源的不足 电子废弃物不仅在国际间受到管制 在台湾也有订定相关规定办法 透过回收电子废弃物零件中的稀有金属 不仅减少污染也可以提升产业的竞争力 请问 并不是所有电子的电器物品都可以回收 下列哪一种不是公告可以回收的电子电器物品 不是 不是 A是电风扇 B是微波炉 等一下再作答 我这一题要先问一下两位助理主持人 是A还是B 请作答 分开两边了 好 我们先来问一问这个选择B的 微波炉 微波炉 微波炉是 不可以回收 不可以回收 对 为什么 因为它有辐射啊 那么危险的东西怎么可以回收呢 辐射 对 你觉得是辐射所以它很危险 对 有危险不能回收 好 你觉得是 电风扇 为什么 电风扇像里面马达 里面那么多小零件 如果它弄进去回收割到人 它也可以再利用吗 哦 不能回收 我觉得它不能回收 哦 而且它这么容易坏掉 这么容易坏 这么容易坏 就是因为坏所以要常常回收再来用啊 可是它里面太多危险零件了 都是用危险的这个考量来考虑说 一个是有辐射线 一个是小零件太多 到底是 哪一样 不是公告可以回收的电器用品呢 倒数5秒 5 4 3 2 请作答 哎呦 哎 好 全部的同学都选了 微波炉 这个微波炉 这位戴眼镜的同学 对 请问叫什么名字 我叫陈威晨 陈威晨 陈威晨 在这个什么科系 电子科 电子科 好 所以你的答案是 B 微波炉不是公告可以回收的电子物品 你觉得为什么 我记得就是微波炉里面还有些有毒物质 哦 重点来了 微波炉里面有有毒物质 你们都没想到对不对 没想到 因为有有毒物质 不错哦 到底 是不是 因为微波炉里面有有毒物质 然后 所以就 不可以 不是公告可以回收的项目 所有的同学都选了微波炉 我们恭喜 所有同学都答对了 好 刚刚的阶段呢 我们十二同学通通答对 所以在现场留下的同学 马上跟我们进入下一个阶段 抢答 No.1 环保知识竞赛第三轮 抢答No.1 主持人出完题 倒数五秒后 同学开始抢答 最快按铃的同学有答题权 答对可以入选 答错由第二顺位来回答问题 最先出现的六位同学获得晋级 第一题请问 欧洲议会环境委员会 日前达成协议 针对六个主要污染物要求设立 更严格的国家排放限制 这里面 不包含下列哪一项 不包含 A 二氧化硫 B 一氧化硫 C 氮氧化硫 请讲答 好 好 好 你是第二位 你是第一位 好 来 第二位 你到前面来 请问你的答案是 C 氮氧化硫 氮氧化硫 好 你有别的答案吗 B 抑氧化硫 对抑氧化硫 如果答案是 C的话 就是你答对了 好 如果答案是 B的话 就是你淘汰了 他答对了 好 没问题 好 我们的答案是 是 B还是C啊 有人答对吗 一定是有人答对 一定是有人答对 一氧化硫 恭喜答对 好 第一位淘汰 拜拜 好 这位进入队伍 对 这位同学好可惜喔 虽然先按到了抢答零 但是答错了 正确答案是 一氧化硫 六个主要污染物 包含二氧化硫 氧化硫 甲碗 非甲碗 非发性有机化合物 氨 和悬浮在空气中 气动力进 小于2.5μ的粒子 好 根据这个 刚刚的第一题 我们再问一下 这六个主要污染物 除了哪一种以外 其他属于完全强制性的 管制目标 有一个不是完全强制性的 A 氮氧化物 B 甲碗 C 细悬浮为例 请讲答 5 好 1 5 谁是第2个 第2个 你是第2个吗 还是他第2个 我觉得他第2个 好 第1位是我们的王牌投手 南港高空 答案是 B 为什么 那么有把握 感觉 有感觉 好像是在哪里有看到过吗 就好像有看到 好像有看到过 在答题的这个题目一问完 在脑海里面就闪出了这个答案 你觉得你有没有答对 应该 你同学那个队员觉得他有没有答对 有 第2名你觉得他有没有答对 可能吧 可能吧 那你答案是什么 A 你的答案是 蛋氧化物 对不对 还好你没有抢到 恭喜你答对了 谢谢 进入下一阶段 谢谢 恭喜 好 已经选出两位了 还有四位 好 请问 全球经济与气候委员会报告指出 更有效率的能源使用有助于什么呢 A 刺激经济成长 B 人口爆炸 C 能源开发成本增加 请讲答 好 同时 谁的手在谁上面 你先谁快 他1 1跟2 1跟2站在那边 1 你是2 你稍微快一点 请问 你的答案是 A 刺激经济成长 好 请问你的答案是 B 人口爆炸 有效使用能源会使人口爆炸 好 那你觉得为什么会刺激经济成长 因为有效使用能源的话 也不会浪费 然后呢 那国家只有省钱 省钱 经济就会好 对不对 对 恭喜你答对了 恭喜各位同学进入 我们下一阶段接见 好 马上进行下一题 请问 造成全球暖化的因素很多 下列哪一种因素 影响最大 A 汽车与机车排放废弃 B 畜牧业废弃 C 家庭废弃 请讲答 我先的 你先的吗 1 2 他1 他2 我也看到 谁1 他1 2 放球队 大家都共认是棒球队 是两位美女说的 跟我没有关系 跟我没有关系 她们两个说的 没关系 不会怎样 对 不会怎样 棒球队你也打不过了 我知道 好 棒球队比较先 请问你的答案是 A 汽车与汽车的排放废弃 那你有别的答案吗 没有 你也是A 可惜 如果你也是棒球队的话 就可以跑得快一点 对 体型上输了 体型上有点输 对 所以说 要多多运动 对 没错 除了这个知识力很强以外 也要锻炼自己的身体的素质 好不好 好 恭喜 棒球队答对了 恭喜 进行下一阶段 还有两题 还有两位可以进入我们的这个 下一阶段 请问 下列哪个选项 不是全球性的环境问题 A 海洋污染 B 酸雨 C 噪音 请讲答 1 1 2 1 2 那我们先问 抢到第二个的 这位同学 你的答案是 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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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要选噪音的话 算他选的 你没办法选 你选什么 应该是C吧 你也选噪音 你觉得你答对了吗 要思考 还思考啊 棒球队 B 好了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要改吗 等一下再让我思考一下 他平常就是这样子吗 平常就这么假先吗 B B B 全B 确定 再告诉我 你是第一顺位按到这个抢答0的 请问 再告诉我你的答案是 B 酸雨 对不对 你的答案是 C 噪音 答案是什么啊 抢答 第一个的时候 我们的答案是 C 噪音 可惜了 恭喜答对 可以进入下一车段 谢谢你 谢谢你 最后一个题目 剩下的同学要加油了 棒球队已经就进入两个了 对 今天他们就不用练球了 请问 发现乌贼车 什么叫乌贼车你知道吗 排放废气 然后呢 就那个烟会黑黑的 黑黑的 什么叫乌贼车 不是说 装乌贼 去卖的车子 发现乌贼车 要向下列哪一个单位来举发 A 卫生局 B 环保局 C 警察局 请讲答 1 1 那2是谁 好像是 半球队 对 好像是棒球队 2是棒球队 好 这位戴眼镜 看起来很忧郁的同学 叫什么名字 许修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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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答案是 B 环保局 对不对 你有别的答案吗 没有 如果是环保局 你就答对了 对不对 应该像环保局 不然没有别的单位了 对不对 恭喜答对 恭喜 好 以上六位 已经完全都选出来了 好 马上进入我们下个阶段 南港高工的同学 真的很厉害 历经整个上午的三大海选阶段 从100名的同学中 筛选出现在的六位同学 接着赶快来进行我们的 环保爱配队 共有六张牌子 搬出哪个阶的牌子 几位被分配到的队伍 好 马上进入我们的 环保爱配队 为什么呢 因为要瞅瞅看 看谁能跟我配队成功 对了 对了 有六位我们的最后 进到最后阶段的 我南港高工的同学 但是他们要分属两队 要加入到核心队 跟协力队 协力队 但是也不能随便乱分配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用抽牌子的方式来进行 是 这里面三张协力队 有三张核心队 来 女朋友把它洗一洗 洗一洗 对 先抽出来然后放在胸前先不要打开 好不好 好 我数1 2 3 同时掀开来你的板子 谢谢 来 1 2 3 3 好 来 请站到你的队长旁边 蓝色是我 协力队 来 核心在这边 分配完成了 但是在我们南港高工里面 还有这个隐藏版的队员 对不对 一定要特别厉害的 没错 对于环保姿势特别厉害 隐藏版的队员 来 我有线索 我们的平板里面都有线索 有的困难一点 有的简单一点 就靠你们的运气 来 选一个 阿俊哥我要简单的 简单的 真的 我告诉你这个 我也不知道 自己选吧 好 好 选好了 好 马上开始 寻找隐藏版的 鬼人 生活中常见破坏臭氧成物质 有冷气 又有面火器 冰箱 这会在哪里 因为我们 这三亚我们宿舍里面都有 宿舍都有 我们要去宿舍找吗 可是这还有一个 液化甲腕 没有 我们宿舍没有了吧 那这会在哪里 冷冻科好像有 冷冻科喔 那在哪个方向 我们走吧 赶快过去 走 这个是 这是什么 轮子 轮子 可是 这个轮子它没有在地上 这个 好像在工厂有看过 工厂 什么工厂 应该是我们的气修工厂 那你觉得呢 应该就是汽车工厂 因为上面有个汽车标志 你们学校还有汽车工厂喔 有 好 反正我也不懂是你们学校 你们比较理解 那我就 听你们的先去那边看看 那学 那对哪个方向啊工厂 那里 那里 好 我们就去那边看看 走走走走走走走 协力队的提示是 一颗悬空的轮胎 同学说学校里有汽车科 隐藏队友会在这里吗 到底应该就是汽车科了吧 很好修车草的感觉 应该就是这个了吧 你看我的提示 你看一个轮胎挂在空中 应该就是这个了吧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 找了对地方了 可是 都没有人 奇怪 对啊 都没有人 好大 那边亮亮的 可能在那边 我去那边看看好了 凯欣来到南港高宫的汽车工厂 真的找到了悬空的轮胎 不过隐藏队友躲去哪里了 看到乔轮急急忙忙的 跑来跑去 他能找到冷冻科吗 同学 请问一下 你找冷冻科在哪里吗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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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谢谢 同学你们是在做什么 我们在保养热棒系统 热棒系统 热棒系统 热棒系统是什么 是将热利用管子 然后将我的水加温 可是这是常温 现在 它正在加热 正在加热 那上面这个管子 是要做什么 它会 开始慢慢的结霜 然后它的热能 会在这里持续上升 它上面的霜 慢慢结越来越厚了 它看起来超冰的 对 然后还有温度也上升了 好神奇 那这一般应用在哪里吗 通常会应用在 像饭店 因为他们饭店都会 空调都是使用 或者是小时 它们也会使用到热水 洗热水澡 对 热水澡就可以利用 空调的热 再去使用在 应用在洗澡的身上 热水澡 那这样可以做回收 然后又省电 对 这样也不用浪费太多热 利用电热水器 然后制造热 然后它会消耗功率 又可以省水 好厉害 巧伦找到了 正在调整 热邦系统的同学 热邦系统 能够将空调 冷气排出的热能 再次回收利用 看来巧伦找到 冷冻科的隐藏队友了 那凯欣呢 请问你们是 汽车科的同学吗 对 我们是汽车修软科 老师 请问一下 你们现在在做什么 调整这个车子的功能 这车子好可爱 好像台 它不只是可爱 它还得过国际发明展大奖 例如说 德国的牛轮堡发明展 还有美国披兹堡发明展 还有乌克兰的发明展 都有得过大奖 好厉害 为什么它可以得这么多奖 因为它是绿能车头登 绿能车头登 绿能 所以同学们 你们是我要找的隐藏队友吗 是 太好了 你们想要到我的隐藏队友 我 先别急 想要去找我们的隐藏队友的话 你要先跟我们一起上完课 我跟你们一起上课吗 凯欣 你太急了 老师正在帮同学上课 这堂课是老师设计的 绿能环保汽车课程 除了绿能车头登之外 同学们还要亲手做一台绿能车 到底什么是绿能车头登呢 我们主要是透过档位 以及油门的踏板开度 来改变我们头登的亮度 在停红灯带速的时候 我们是亮30% 30% 倒车的时候是50% 行驶档的时候 我们会参考油门踏板的开度 来改变 现在是100% 在全速的时候 比较中速的时候 好酷喔 它都随着踏板的那个 压的那个力量去改变车的亮度 绿能车头登的亮度 可随油门踩踏深度 车轮转速自动调整 而达到省电效果 而且根据实验结果 这项装置 最高可节省70%的输出功率 老师要求凯欣先认真上课 等一下再来选出隐藏队员 那么巧轮在冷冻科 又学到了什么呢 同学 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冰箱的厨窗 厨窗 厨窗 我知道怎么可以厨窗 是这样厨窗 没有 没有 我们不用这样做 我们现在都是按一个键就OK 按一个键 对 就跟刚刚看了那台系统 热棒系统 热棒系统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热棒系统 还可以应用在冰箱里面 OK 可以 一样可以在冰箱里面 就这里面 除霜了也太快了吧 对 像是酷实验和冰箱结霜 这些都是利用热棒系统原理 所做的应用 不仅如此 还可以运用在热源回收的设备上 小轮即将进行选出隐藏队员的游戏 我们来看一下凯欣的上课进度吧 好可爱 她怎么会这样子跑 天哪 我们现在就要教你完成这个太阳能 环保车 老师我知道 现在的汽车都往环保的方向去发展 比如说电力或是太阳能 因为石油方面也不会取之不尽吧 太阳能车 绿能车是大家现在的主軸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做这个太阳能车 汽车科的课程很有前瞻性耶 让同学提早接触绿能环保 凯欣 你的太阳能车完成了吗 我做完了 我可以做完了 两边都找到队友隐藏处 透过小游戏选出一位当隐藏队友吧 巧伦利用环保不短路 来考考同学的反应与速度 答案是圈 还是叉 还是陷阱 跳错边就被淘汰了 下练合者可以帮水加热 或 火鸡 火车 热内娃 电爆卷 电热水性 电汤匙 不 错了 好 接下来都我要换下一题了 下练合者不用接电 通音机 通音机要接电 错了 淘汰 手机 吸尘器 吸尘器要接电 所以错了 淘汰 终于找到我的隐藏队员了 恭喜巧伦选出隐藏队员 而且选出的同学 可是冷冻技术的国手 协力队以滚轮胎比速度来抢答吧 答对就是隐藏队友 现在我就要选出最有环保知识艺的同学 来当我的队友 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 预备 预备开 十 快快快 看一下 看一下 一二三刚好 一二三 不是你了 来 我问你问题了 好 下列 下列 何者是交通省油的好方法 A 避免紧急刹车 B 降低胎压 C 购买马力大的汽车 哪一个 A A 避免紧急刹车 好 确定 购买 恭喜你 打到了 购买 购买 走到我的队友了 何欣与协力在三轮海选后 出发寻找隐藏队友 何欣队找到冷冻科的国手 作为隐藏队友 协力队则找到了汽车科 参加国际发明展的隐藏队友 两位隐藏队友都太厉害了 找到了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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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辛苦了 好 我们这个核心队跟协力队呢 都把他们的隐藏版队友都找到了 但是是何方神圣的 多厉害啊 先问一下核心队 你找到了谁 我们可是有备取国手 他叫什么名字 蔡瑞宏 蔡瑞宏 备取什么国手 冷冻空调 冷冻空调 等一下 冷冻空调还有国手 可以出国比赛吗 可以啊 你自己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那个国家有技能竞赛 对 然后有很多个子类的国手 然后会选出一个正局跟备取 然后先由正局去参加技能竞赛 去技能竞赛 会到国外去比赛吗 今年到巴西 到巴西 哎呦 我们不来就不知道说 哇 真的掌声鼓励一下 我们其实没有来这边了解 我们就真的是很多人不知道说 这种空调啊 这种技术啊 很多的技术 还有国际上的竞赛啊 对啊 哇 很厉害喔 你找到了不得了的人物 来 掌声欢迎你了 齐力队 这边应该也是有来头的吧 有啊 他的作品得到很多的国际大奖 什么作品啊 这么年轻就有什么作品啊 环保节能的作品 环保节能的作品 对 自己介绍一下 好 来 你设计过哪些作品 得到什么奖 那个环保节能的头灯 它会那个配合油门的开度 然后调整车头灯的亮度 你跑得快就亮一点 跑得慢就暗一点 对 但是也是算这个 变频式头灯就对了 哇 很厉害喔 哇 两边的这个走道的隐藏版队员呢 都是大有来头 而且 这个经过三关选出来的两队队员 也很厉害 核心协力就地球 这一次啊 在南港高宫的海选 真是精彩万分 经过海选与抢达后 终于选出六位同学 透过环保爱佩队分成两队 并找到厉害的隐藏队友 现在就来介绍两队 核心队 蔡蕊 许洪 许洪祥 王俊文 苏玉胜 协力队李嘉宏 许修睿 郑志祥 陈玉可 他们是否能帮助自己的队伍 成为南港高宫的环保兼兵呢 在南港高宫 我们的环保知识力竞赛 是核心队 还是协力队 能够获得我们 环保兼兵的最高荣誉呢 请各位明天要锁定我们节目 跟我们一起核心协力救地球 准时收看我们的南港高宫 环保知识力 好 欢迎许满 我们下注 欢迎许满 我们下注